最大的不一樣是這個et.pass後面的一定要是一個檔案 一定要是一個檔案 如果說像前面這兩個這個地方 都是什麼html.test 是一個字串 這邊也是字串 也就是說這兩種格式都可以直接把它丟出變一個字串 只是因為我們經過那個 就是eValue之後的話把字串拿掉變成一個list 做後續處理就比較簡單 那問題這一題比較麻煩就是說 那我如果說我沒有辦法 丟出假設我丟一個字串過來 然後呢但是我怎麼把它變檔案 後來這個問題我也想辦法找一下 網路上的資源發現好像沒有他沒有這個方法 所以後來想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下載下來的東西 先把它存成檔案不就好了 那存成檔案之後我再把它讀進來不就ok 所以 怎麼樣把它下載呢 其實 跟剛剛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在第2行的地方 現在加入什麼 加入那個下載的這一些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直接找到那個下載的這部分 在這邊 下載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它 在這裡 在這裡 下載這裡 下載的方式一樣是 input一個request 然後把那個 複製它的網址 那這邊都一樣 最後呢其實差別 其實close這個其實可以拿掉 就再掃一行 ok 然後把這一些 Ctrl C 然後呢 就總共的話有幾行呢 我把它貼到 第2行的位置 總共把這個 1 這個 這個 import 那個request 然後get 這個後面的 xml 其實xml 檔案格式 再來utl8 這三行固定 比較 特別的就是下載完之後 我要把它轉存成一個檔案 叫pm25.xml 直接存在哪裡 存在根目部就好了 你不用指定到另外 反正就 在同樣目部就可以 一樣是rise出去 然後呢encodingutl8 沒有必要轉成其他的 反正用utl8處理 然後呢 rise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html 裡面的test 把它變成一個檔案 那將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去讀取它呢 很簡單嘛 這幾行是加的 我就把 pass這邊的話 就直接 這個pass的路徑 我就直接呢 把它貼上 這個路徑 因為 我下載就把它存檔了 所以這邊 這幾行下載完之後 它本來是丟出一個 html的test 字串 那我只是說把它變成一個 檔案之後再位給pass 就多這個動作而已啦 多兩行 其他應該沒變 這個是我想到的解決方法 你們再找找看吧 看有沒有那個可以直接抓字串的 如果可以的話 再跟我講一下 因為我找了蠻多的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一個解法 OK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啦 主要是這邊 它沒有辦法直接去抓字串 那不能抓字串 我只好丟 存一個檔給它 多一個動作而已 OK 最後的話呢 基本上 如果要從網絡上下載 大概就這個方法 所以就是中間 多了五行 其實就是 是本來三行的 下面那兩行是寫檔 OK 再來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理論上這樣子呢 就可以幫我把檔案 讀 讀了之後呢 把它存檔之後 我再去把它讀出來 並且寫出 也一樣 OK 沒有問題 不過感覺好像有點慢 到底是慢 是不是因為 網絡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因為有可能 我們大家一起 一起存取 會稍微慢一點點 所以 應該不會因為什麼 寫個檔 然後就浪費了 這檔也不大 所以應該 不至於會 Delay太久 OK好 最後的話 當然一樣 我們網絡上下載了 最後如果說我今天 已經直接抓 然後最後一樣 我要把它輸出成一個 CSV的話 那你也可以再把這個結果 複習一下 怎麼樣再把它 就是 XML 怎麼轉存成什麼呢 轉存成那個CSV 轉存的方法 其實 就是有點 複習剛剛的 那個方法 這邊把它改成 C等於 然後後面這個 刮虎記得拿掉 那刮虎拿掉 記得這邊要加個反斜線N 應該記得啦 因為剛剛 應該有同學 其實漏掉一個地方都會 就出錯了 哪怕是一個小刮虎 對不對 看起來其實沒什麼 不過就是錯 所以這東西 其實 要非常的小心 有沒有 而且腦筋要很清楚 你不能在那個 已經很疲倦的狀態下 你可能就不適合寫程式 你乾脆去睡覺算了 睡飽之後 再來 寫 再來動動腦筋 可能會比較適合 或者是 晚上睡不著覺 太興奮 可能白天喝了 星巴克的咖啡 那個咖啡 太強了 睡不著 你乾脆來寫程式 寫一寫 其實很快就會有睡意了 因為腦筋 因為腦筋在動 可能會幫助睡眠 而且 比較不會有失眠的問題 因為這個 我覺得是還蠻有效的 因為對我來說 比較沒有失眠的問題 因為睡前的話 動動腦 真的很快 就會想要有睡覺了 所以以前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晚上睡不著 這樣你看在床上 拿程式的書來看 看沒多久 馬上就睡著了 自然而然就睡著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最後這邊的話 一樣的 Printer 我們就把Printer 改成什麼 C串切 C加等於 然後 這邊記得就是 再加一個換行 然後 記得最後這個瓜糊 一定要拿掉一個 OK 不然的話會出錯 然後最後的話記得 再看有沒有Printer 如果你不會 Printer的話呢 你就直接把它輸出成 那Write出去的話 就那兩行 那兩行怎麼寫 剛剛寫過了 所以 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拿來 Copy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一樣輸出成一個 Write 一個CSV 如果說你要辨識的話 乾脆 把它改一個 XML 不然的話 又都叫Write 這個是Write出去 XML 的CSV 然後一樣取代它 我們試一下好了 把它Save之後 儲存 執行 這個時候快很多 可能剛剛網路 流量 大家有處理一些東西 再來這邊沒看到的 請你按右鍵 重新整理 不過特別注意喔 按右鍵重新整理喔 我試過 一定要在這邊按右鍵 這邊重新整理才有效 你不能在其他地方 因為我之前就 就是遇過這種奇怪什麼都不出來 後來發現只能在這邊按右鍵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會出來了 這時候就出來了 特別注意喔 如果重新整理還不能按錯地方 點開來看有沒有成功 這個時候呢 應該就成功了 1234 所以XML 就順利的轉存成CSV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那種 Jason跟XML 你要轉存 其實 用這一些方法的話 應該就都可以很快轉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剛剛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直接從網路上抓取 那我就多了5行程式 這5行程式就放在第2行 把它加進來就可以 這5行程式雲端上也有啦 如果你要把它當範本 你就直接用貼的也OK 不過我是建議以後你要知道說 為什麼這樣貼 改要改改哪些地方 如果可能會出錯的地方 盡量你自己在 加強印象 一定要把它 畫個線 Mark起來 以後的話就 就是知道這個地方一定容易出錯 避開那個錯誤以後你在 跑某些程式的時候 就會比較不容易出狀況 像這種東西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像我就考證照也是一樣 其實我大概已經知道 可能哪些地方有錯 所以我就 自己就會在考前 我就把那個很容易出錯 我大概就只有看容易出錯的地方 其他我會的我就不看 所以我就考試的時候 我是覺得 算是非常的順利 該避開的 該做什麼錯誤的 可能預防的等等的 都比較不會出問題 這樣來寫程式 你寫起來 就會 覺得還蠻有 那個 成就感的吧 而且會寫得很愉快 心情整個就完全 一點壓力都沒有 好 你希望他 執行看到什麼 他就看到什麼 這種感覺應該是還蠻好的 也就是說 有些事情你可能要花一整天 如果你不會這些東西 你人家給你 特殊的檔案格式 如果你要真的 土法鏈鋼來做 那真的是不得了 那這些東西 給你個 XML 你要把它轉成 Excel檔 的話 光想到就 OK 看有沒有什麼工具 沒有什麼工具 有現成的啦 就寫一點程式 以後的話也不用從頭寫嘛 你就把它拼拼裝裝嘛 Python至少 程式不多 你要知道貼對地方 結果對的話 以後就這樣用就好了 你就把它當一個範本 範本非常重要 以後可能 你們要能夠很短的時間把它寫出來 你乾脆就拿它來範 拿這個來當範本 以後拿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參考一下吧 去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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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